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10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独家报道 文章引述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由于缺乏对于习近平核心圈子的顶级情报 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感到沮丧 他们试图预测北京下一步行动的能力受到了阻碍 文章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 中国现在已成为更难对付的情报目标 现在更加的不透明 而美国了解习近平决策的需求却在飙升 同时文章表示 美国的间谍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努力提供政策制定者所需的有关于中国的情报 而现在美国情报界面临的障碍 既是根深蒂固的 比如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络进行了严重破坏 而同时也面临着基本的技术问题 比如持续缺乏会讲普通话的人 前国家安全顾问布尔顿曾在采访中透露 我们的情报落后了几十年 而随着拜登政府将其外交政策战略更多的转向对抗中国 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上个月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 而彭博社采访的人说 这种宣布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需要的确增加开支和人员配置才有可信度 而同时文章引述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 现在情报不足的情况正在恶化 早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 多达十二位美国线人被中国处决 还有人被监禁 这是美国间谍网络在中国有史以来遭受最严重破坏之一 而同时文章介绍习近平巩固其控制权所做的努力 也给美国情报部门带来了损失 之前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采取了集体领导体系 现在完全成了习近平主导的体系 这意味着中情局不得不从关注七位甚至九位最高领导人的内部圈子 变为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才是最高领导人 同时彭博社文章写道 即使是在习近平之前 中国政治系统也是高度保密的 并采取所谓管道式信息传递模式 信息直接流向最高领导人 很少在整个系统内广泛传播 不管是中国的学术界媒体还是民间组织都受到了严格控制 而美国官员解释表示 往往美国方面没有意识到这一些挑战的严重性 前官员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现在已经有至少一百五十多万名官员受到惩罚 这导致对于中国官员的收入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使得向潜在的消息来源付款变得更加的棘手 前情报官员还表示 十年前美国的情报系统还可以对中国的政治系统的高层进行重要探测 并了解相关情况 但是现在渗透中国领导层的能力随着时间推移起伏不定 目前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而文章还表示 现在一个主要关切是习近平是否会入侵台湾 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发出了矛盾的信号 消息人士表示 目前情报分析更多依赖于对于入侵 是否与习近平既定目标一致的归纳推理 而不是有关于习近平观点的原始情报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解释说 从中国拆除中情局在中国的信任网络中恢复过来需要很多年 包括招募新的情报资产 然后系统的增加这些资产对于敏感信息的接触 而这样的过程恐怕在近期无法迅速完成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 恒大在今天必须支付将近一点四八亿美元债券的预期付款 而不确定性引发了更大的担忧 恒大汽车在刚刚过去的一天则宣布 将通过先救后新的方式 以每股二点八六港元配售一点七四亿股 预计融资额将超过五亿港元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 恒大汽车表示这一次配售股份占到恒大汽车 以发行股份总数大概百分之一点七九 恒大汽车方面还表示 已将融资专款用于集团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制造 为横持新能源汽车顺利投产奠定基础 而同时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许家印近日又卖掉了香港太平山顶的第二间独栋别墅 以私人财产救恒大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许家印以巨山有限公司的名义 持有山顶部立境十号C座独栋别墅 也是巨山唯一股东 根据公司注册出资料 在十月九日巨山提交的抵押文件显示 房产已经抵押给一家名叫欧立市亚洲资本有限公司的企业 这一家独栋别墅的面积大概是一百五十二平 市值港币八亿元左右 而文件没有显示抵押套现的金额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许家印还有另外一栋山顶部立境别墅 已经抵押给建衡亚洲 用作给付一刀期的债券本息 而同时报道指出 许家印把第二家独栋别墅也抵押 证实他正在以个人财产救恒大的债务危机 再为您关注到的也是跟房地产行业政策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财联社的独家报道 对于地产收并购近期部分央企国企向监管反应 如果要做一些承债式收购 三条红线就会被突破 建议监管部门对于三条红线相关指标予以调整 目前中国方面尚未对此消息进行更多的回应 而提及有关于房地产行业近期遇到的困局 根据太平洋地产首席分析师徐超的观点 现在房地产行业的至暗时刻尚未到来 行业出清仍在继续 产业链各个主体都在寻求自保 各个线条的政策主管部门各自为政 客观上加剧了对于房企的挤兑 他表示地方政府为了保交房对预售资金过度监管 打响挤兑房企第一枪 而信托公司严格执行节点还款要求 打响了挤兑房企第二枪 中纪委金融反腐导致信托公司内部十分紧张 不敢继续给地产公司放贷 反而加强了财产保全行为 同时他表示资产新规过渡期即将结束 银行面临较大的表外回表内压力 由于银行之前的表外资产很大一块投向了房地产 银行新增的地产额度 实际上主要用来承接表外回表内 真正的增量其实有限 而在谈起行业核实见底时 分析师则表示 需要看到国企和城投大规模输出信用才行 现在开发商不拿土地 土地财政只有靠城投公司自己拿地 盖房子卖给老百姓也可以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同时他分析认为 开发商之前起到的作用是提政府和杠杆并承担风险 但是同时也赚走了土地升值的利润 现在民营房企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任务 只能让城投公司来替代 在谈及有关于行业集中度是否会提高的问题时 分析师表示未必如此 倒下的民营房企尸体并不是被龙头房企分食的 现在很多之前获利了解拿着钱离厂的小老板都重出江湖 大量城投公司开始拿地看好代建板块 无论是城投还是小老板抄底拿地之后都有大量代建的需求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十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创纪录的百分之十三点五 比九月份的百分之十点七增长更快 这样的数字超过了华尔街日报调查经济学家预测百分之十二点五的中值 也是一九九六年中国官方开始发布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文章引述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师说 十月份极端天气和商品短缺提升了中国的消费通胀 而生产者通胀增幅扩大 部分原因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相对紧张 华尔街日报引述经济学家分析表示 中国的工厂交货价格持续走高 可能会加剧美国还有其他西方经济体的通胀焦虑 而对中国自己的消费者造成的痛苦有限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的需求复苏还没有达到预期 而同时由于能源成本激增 中国当局下令煤矿企业满负荷运转 放松了对于进口的限制 上周产量达到多年来高点之后 煤炭价格现在开始回调 本章引述经济学家预测表示 中国的工业通胀率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趋于下降 北京的干预措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多的削减煤炭价格 此外他们表示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商品的消费需求可能会出现进一步回落 说完了中国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通胀有关消息 在刚刚过去的周二 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布拉德表示 预计美联储在结束债券购买计划后 会在二零二二年两次上调基准利率 布拉德本人并不是美联储政策制定委员会二零二一年的投票委员 但是将在二零二二年成为投票委员 因此外界普遍分析他对于美联储加息两次的判断十分值得重视 布拉德当时表示 他的观点基于当前的经济数据预测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 他说评估明年的形势再看当前的情况 我们可以决定是否提高政策利率 而鉴于我的判断 实际上我计划在二零二二年加息两次 不过在进入明年上半年的时候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布拉德一向比美联储其他官员更加偏鹰派 而相对于坚持认为通胀是暂时的人 布拉德对于美国的通胀水平表现忧虑 周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十月PPI同比上涨百分之八点六 创下了十一年最高年度涨幅 随着美国从疫情中恢复 美联储现在缩减宽松的路上已表示出更强烈的信号 在上周美联储表示 本月晚些时候将开始缩减债券购买规模 并表示物价上涨的速度和持续时间超过此前预期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